字幕提供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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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們的這個場地有點不太一樣 因為今天的這個活動是 有存演講的科普演講的形式 所以先歡迎大家來參加我們的 加入科學環港這個活動 我還是先稍微做一下調查 今天是第一次來參加這個活動的朋友 規矩的手 一二三四六六七 歡迎你們 歡迎你們 謝謝你們來 那我先自我介紹 我是中央大學物理系朱慶奇 那是這個加入科學環港的活動的主持人 那我們今天非常榮幸邀請到 我們自己學校的數學系的教授 上位張善教授 這裡剛好沒有更名字 山老師就在這裡連這個名牌做的還算蠻大的 上位張老師 那他跟我們講的這個主角呢 他其實並不是數學家 但是所有的數學家都非常推崇這個藝術家 所以為什麼數學家會這麼推崇的這位藝術家 我們就請山老師來跟我們分享 那今天他要談的這個Azure跟他的創作 好 那請熱烈的掌聲 好 不是這個就好 不是 好 謝謝朱老師 也謝謝大家星期六的下午來到這裡 不過聽說這一場這個活動都是有六十幾個人的 今天這個朱老師剛剛說是純演講的活動 所以我有點抱歉了 好像害得這個加熱科學廣場有一點走位了 你們不要站在這邊 我也很緊張 然後 易老師也在這邊 是我們加入科學廣場的 客家中心的主任 看來我還真的可以很緊張 不過 既然不動手做 反正就是換個口味 就是 就是 聽些故事就好了 聽些故事就好了 那這恰好也是我在今年 我們學校的 核心通識課程裡面的 其中一堂課 兩節課 的 這個內容 那 講這個內容 其實也有好長一段時間了 從 十年前的 這個 創意的課程開始 所以這好像是 好 我有一個綠色的燈 然後我也有 像下了按鍵 這個沒有裝 好 沒關係 不用了 那個 不要緊 真的 不用再弄了 太麻煩了 我人就在這邊晃來晃去的 然後 就是 我希望今天下午就是 人這麼少 然後 大家一起看看 看看圖畫 然後 過個悠閒的下午就好了 因為 我覺得 星期六 至少一個禮拜 至少要有一個 星期六的下午 會是有點悠閒的 這樣子是有益健康 也有益科學的 在科學或任何數學的思想上 我覺得人的最需要的就是 空閒 我們需要 我們需要很多刺激 沒有錯 但是我們一定需要一點空閒 但是現在很多人 包括我自己在內 真的空閒的時候 可能是只有睡著了以後 所以我們睡著了也不得安寧 我們在夜裡頭會忽然夢見一件事 但是我們的夢也不見得是 是所謂的夢境 我們的夢裡面還是在工作 所以我們在夢裡面總是會想到 白天沒有做的事 那就很可悲了 我覺得 這樣一定會傷害我們的創意的 那麼 Asher 我想我還是回到上一頁 雖然它是個標題 但是 還是有那麼一些資訊的 也許從他的姓氏 看不出來 他是個荷蘭人 那麼 生於二十世紀的前兩年 所以 頭兩歲不算的話 你可以說他就是二十世紀前半夜的人 過世的那一天 正好是我十歲的生日 所以 我是出生於1962年 所以事實上他也活得蠻晚的 1972年已經進入電腦時代了 但是這位藝術家 應該是沒有用過電腦做創作 他的最後一幅作品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應該在1969年 所以事實上他也創作到很晚的時間 那麼 因為他是二十世紀前兩年生的嘛 對不對 所以他是活到 大約來說 活到74歲 所以他一直畫到 謝謝 一直畫到60歲 69歲 快要70歲的時候 他主要的創作是什麼呢 是木科版畫 那麼 直到我自己的孩子上了國中高中 在美術科裡面畫了版畫以後 我才知道木科版畫是什麼意思 我們小孩畫的是壓克力的版畫 我不知道在座有沒有同學 在美術科的時候學過 用比較好刻的壓克力的版字 刻一個陰面的圖畫 然後在上面要刷上油墨 然後用印的印出一幅版畫出來 所以等一下我們要看到的 全都是木科版畫 而且這木科版畫如果要有陰暗不同的色階 也就是說用我們今天的電腦印表機的術語來說 是不同的灰階 如果要產生不同的灰階的話 它必須要製不同的幾個版 最多的時候我在文獻上看到 它的最複雜的話 製過七個版 這七個版分別要塗上不同濃 其實墨是沒有濃膽的 墨就是黑就是黑 在版畫上面怎麼樣製造不同的灰階 其實是要用不同密度的顆粒 這個技術其實一直用在報紙的印刷上 用了幾乎一個世紀 為此包括台灣在內 都還有叫做印刷研究所的這種單位 西方國家都有這樣的單位 他們在研究怎麼樣操作油墨 操作油墨來印刷的這種事情 在電腦時代以後很快就落伍了 不過像我這種年紀的人都經歷過 我們那時候都在用撞針印表機 就是啪啪啪用打的 當時從九個針要進步到二十四個針的時候 還覺得是很大的進步 沒有多久就發現人家都在用三百dpi 我們還在用二十四根針的撞針式印表機 總之如果你有機會看老一點的報紙 包括中央日報 但是品質好一點的話 看華爾街日報 看華盛頓郵報或者是紐約時報 老一點的報紙 意思是1940年代、50年代的報紙 那上面有非常優美的版畫藝術 當時都是印刷研究所 那種機構研究出來 怎麼樣把彩色還成灰階 怎麼樣用不同密度的黑色的點 來呈現不同的灰色的閱讀的感覺 所以我在文獻上讀到Asia的畫最多用到七個板子 所以先在這個技術上面有點了解 因為在座有沒有真的會畫畫的人 有喔?真的喔?您是畫家? 師大美術器 師大美術器 哇,這是台灣最好的美術器 哇,那等一下就請您多先包含我亂講 然後再來跟我們講那些技術上的事 所以真的真的 這個我碰過最專業的 也是師大美術器 他現在是板橋高中的美術老師 他跟我解釋過做板畫的一些事 但他承認他自己不會 他是畫油畫的 所以他只知道理論上板畫是這樣做 所以畫板畫有他技術上的困難 我覺得我們欣賞藝術 我想比較多人有這個經驗是拉小提琴 不是你自己拉 就是你家隔壁的小孩在拉 那麼一開始的那三年都非常的痛苦 你一點都不會覺得拉小提琴是個美妙的事情 或者尤其是聽剛開始練拉小提琴的小孩 在拉小提琴的時候真是恐怖 所以經歷過這個我們就更能夠appreciate 更能夠欣賞藝術的作品 不只是他做的東西美 其實還有就是他的技術 他的技術令我們有那麼一點點專業的 我們不可能說每個人都有專業訓練 我們說每個人都要知道一點 這事情到底有多難 那我們就會在欣賞藝術的時候 除了直覺上感覺他美或是覺得奇怪以外 還會多一些欣賞的能力 這也是我前幾天才剛剛講過的課裡面的一件事 就是我們常翻譯成娛樂的那個英文叫做recreation recreation把前面的re拿掉的話 其實後面就是creation就是創造 所以娛樂在英文的原意上面層次是很高的 它是重新的創造 重新創造當然不是第一次 不是你第一次寫這個曲子 也不是你第一次彈奏這個曲子 但是你重現了這個音樂 你自己心裡的愉快 這是英文說的 當初在兩個世紀以前說recreation 這個字的時候的那個層次 好等一下我們絕對不會有什麼數學的 我們要看版話 但是我希望在這個開頭讓同學們先了解 這個人大約就是二十世紀前半夜的人 二十世紀的前半夜大家都知道經歷了什麼事 兩次世界大戰 其中第一次也許還不算世界大戰 但是第二次一定是世界大戰 我們自己的歷史也被牽連在裡面 然後當時的科技到什麼地步呢 攝影當然已經算是夠成熟了 但是我們今天大家習慣的這種傻瓜相機 這麼輕便的相機 在當時還是沒有的 還是要用很厚重的器材去攝影 那麼美術大家知道十九世紀末這個印象派 然後二十世紀初的這個立體派 就是大家最近才在台北展覽過的抽象畫 對不對 那就是藝術家回應攝影家 回應攝影藝術的一些方式 他們要脫離攝影的這個 就是攝影帶給他們 帶給畫畫的這一行的人很大的衝擊 在有攝影術以前 大家也許也有機會看到所謂的公底畫 西班牙宮廷的畫 會把衣服上面的每一根羽毛都畫得非常清楚 而且在那個時候也不見得有景深的觀念 這個人的面容很清楚 它背後一公里以外的森林也 那個樹也可能畫得很清楚 這些都是在攝影術以前美術的發展 那麼所以回應攝影術為這個繪畫的藝術所帶來的衝擊 那麼有一些藝術家就走向了 譬如說像印象派、立體派、抽象畫的這一些走向 也就是說他們強調了意境 強調了這個 但是用技術來說 他們要強調的事情就是照相機的鏡頭抓不到的東西 照相機的鏡頭做不到的事情 那麼Anshel其實並沒有走那條路 他當然也希望他自己離開 就是脫離一個普通的這個版畫的匠師 而不是如果只是個匠師 他很可能只會 只可能幫人家做地磚 畫地磚 再不然就做建築上面的一些壯士 再不然呢 他可能就要到 比如說到報紙 去幫人家做每一天報紙的幾幅版畫 那顯然他並不想這樣做 他也想要脫離這個攝影術 為美術帶來的限制 那麼他脫離那個限制 或是說他想要在美術上面做 在視覺藝術上面創新 他走了哪一條路呢 他就走了比較像數學家 走的那條路 他走向了邏輯 他用邏輯來加入他的畫裡面 當然用邏輯不一定是正著用 他也可以反著用 那麼什麼叫做反著用呢 我想我不會按照 Asher這位畫家的這個編年的時間來說 我們先看我個人認為他最精彩的一幅 那麼這一幅的名字就叫做Waterfall 我直接翻譯應該叫瀑布 事實上我想這個解析度也還可以 這是個瀑布 但事實上其實是個水車 是個推動水車的一個人造瀑布 這樣說好了 那為什麼我覺得這是他最有名的話呢 這單純是覺得 因為這是他有很多畫是印在T-shirt上面 這個黑白的版畫有一個特別好處的地方 就是他很容易印 因為他本來就是從板子上面印出來的 所以要把它變成 不管是捐印還是 反正就用非常低科技來印在白布上面 是非常簡單的 所以這就是 他常常被印在T-shirt上面賣的一幅畫 那麼他大概有五六幅畫 根據我在美國校園逛這個校園書店的經驗 他有五六幅畫是經常印在T-shirt上面的 而這一幅應該是銷售量最好的 所以我才會覺得這一幅可能是他的最暢銷的話 其實他過世還沒有那麼久 不過也超過三十年 所以我現在並不是很確定 現在在T-shirt上面印他的畫 還要不要繳板稅 因為板稅是寶藏作者身後三十年 最多是這樣 因為他1972年過世 已經過了三十年了 所以搞不好現在可以比較自由地用他的畫 他的生涯有三個種類的創作 使得他脫離了一般就是畫畫的 這樣子的藝術家的這個範疇 他有三個種類的創作 就是非常獨特的 一直到今天你看到類似的創作 只要你是稍微內行 或是聽過今天的分享的話 你就會知道這就是Azure 這就是Azure的手法 這是Azure開創的這個辦法 那這一幅是他 我剛剛說的 我認為是他最出名 可能也最成功 可以當作一生留下一幅作品的代表作 的這一幅畫 Waterfall 那麼我剛剛說他有三大類的作品 等一下我們再慢慢看 這一大類呢 我就稱它為image impossible 是不可能的 這顯然不可能 因為第一個直覺就應該知道不可能 照這一幅畫看起來 這個水會從上方落下來把它轉換成水 那個輪子 那個輪子也許到了房間裡面 就會滾動一些齒輪 產生一些能量 通常拿來磨麥子 但是可以做很多種事 事實上我可以順便聊一下 在1860年的時候 那樣子的機器 牽連了非常重的齒輪機器以後 是computer 1860年的第一代的機械computer 重達一噸以上 一個英噸以上 也就是大概1600公斤以上 那個齒輪非常的複雜 非常的多 然後就是要用這種機器 才推得動它 而更早一點的機械型計算機 這個故事就花一分鐘講一下好了 最早最早的機械型計算機 這個可能很多人都聽說過 是巴斯卡創造的 然後它可以做六位數的加減 然後那個機器呢 我非常驚訝的 在我們台灣九份的黃金博物館 看到一個類似的機器 在日據時代 在那邊挖礦的工人 居然也在用 還是那樣子手搖的計算機 其實它就是兩排數 我講完以後 你大概都可以想像 那種機器怎麼做 下面那一排跟上面那一排 就各輸入一個數 用轉的 然後你就向前一直轉轉轉轉轉轉 轉到底下那一排都是0的時候 上面那排的數 就是剛剛那兩個數的和 或者你這樣轉 刀過來轉 轉到上面那一排數 都變成0的時候 下面那一排數 就是剛剛那兩個數的差 還蠻簡單的 對不對 就是這樣而已 就是一直轉一直轉 但是這就開啟了計算機的時代 在 這個是多久以前呢 我記不得了 應該在1650年左右 牛頓還是個孩子的時候 巴斯卡是個二十幾歲的年輕人 他的爸爸是個很有錢的銀行家 他們家可能算錢算到手軟 所以他就替爸爸發明了這個東西 所以這是一個簡單的工具 但是他開啟了計算機的時代 為什麼 因為 因為他讓別人發現一件事 原來計算是不需要學的 原來是有可能只花滿力 就可以算了 之後就有陸續很多這樣子的發展 包括所謂共同發現的 維吉芬的兩個人之一的萊布尼茲 他做了一個像縫紉機的計算機 用膠材 那麼 Babbage 英國的Babbage 也許我用這幅圖 英國的Babbage 設計了一套計算機 事實上他一輩子只做兩件事 設計了兩套計算機 而且有趣的是 這兩套計算機都沒有做出來 他只是一直在畫 一直在畫 畫設計圖 他第一個 該可以做出來的計算機 他丟給別人了 送給他直而去了 他覺得這個計算機落伍了 他的腦筋想太快了 所以第一個計算機的設計圖 幾乎畫完 幾乎可以做了 他覺得這個計算機落伍了 不能用了 他就把它丟給別人了 然後他就開始設計第二個計算機 當他第二個計算機出來的時候 其實他已經過世了 那個時候蒸汽機還沒有出現 那個時候要推動這麼重的一個機器 還是要靠這個東西 所以水車其實基本上就是提供能量的 這個能量就來自於水的重力改變 重力改變以後就轉動這個輪子 這個輪子反正就帶動一個東西在轉 你要把這個轉的動作 換成任何其他可能的東西 這只限制於在我們的技術的層面 跟想像的層面而已 對不對 只要有一個東西會一直轉 你就可以讓它產生能量 你就可以利用這個能量來做別的事情 如果有這麼好的一件事 如果像這幅圖這樣 這個水就可以這樣子流下來 然後產生能量 然後它就順著這個水渠流流流 它就流到上面去了 然後就繼續掉下來 這樣不是太好了嗎 我們永遠不用再做核能發電廠了 對 這一堆水就在這邊 除了蒸發以外 你就讓它永遠這樣子做下去 這不是太美好了嗎 但是這不可能的嘛 對不對 這不可能的 這不可能是怎麼樣產生的呢 其實就是這幅畫騙了我們 在這裡看 就是只看這邊的時候 只看這邊的時候 這個透視 就是說這是透視吧 這是透視的邏輯 這是正確的 這個邏輯我們很少被訓練 除非可能在美術的課裡面會被訓練 可是我個人從來沒有被訓練過 這個邏輯來自於我們生活經驗 你的生活經驗 看這一塊是對的 可是再看這一塊也是對的 可是這兩個接在一起就是不對了 這兩個接在一起就是不對了 它就是很巧妙地 把這兩種透視 可以說是透視邏輯的矛盾 它巧妙地用了矛盾 我們數學家最喜歡的或者最敏銳的 一個學數學的人最敏銳的就是發現矛盾 就是察覺矛盾 我們一旦察覺矛盾 就一定有數學可以做 不管哪一種數學 就是反正你一定有事情可以做 但是一個人要察覺矛盾 並不那麼簡單 像正常來說 數學家可能經過了七年 十年的專業訓練 從大學一年級開始 才能夠在任何一個跟數學有關的正式命題上 比較敏銳的察覺 這裡好像不大對勁 這裡有矛盾 就是在我們當我們後來做的老師 在指導碩博士論文的時候 或者在審別人的論文的時候 通常都是用這一個訓練的能力 因為你想想看 這個碩士論文寫了七八十頁 我們哪有力氣從頭看到尾啊 老實說是這樣的 其實我們不會幫學生從頭看到尾 我們並不知道學生做的那些細節是不是對的 那麼我們通常 作為一個指導老師 厲害的地方就是在這一點而已 就看他最後一頁的結論 看到結論 然後就 憑著自己的經驗 跟這個 公歷總比學生多個十年左右 就憑著這些公歷來察覺 這是不是有事情不對 如果有什麼不對呢 他很不幸的話 我就會當場想到一個反例 那是不可能的 你這樣說是不可能的 就給他一個反例 我也不用去查他的證明步驟 或者他前面的假設 哪個地方錯了 反正這個結論就是不可能的 那這是我們常常發生的事 然後學生 他也就很氣餒啊 他就回去再另外想 他到底什麼地方弄錯了 這個結論就是不可能的 那麼這就是一個 要非常了解邏輯 受了非常嚴格的 而且長期的邏輯訓練的人 才能夠抓到 而且利用 而且是很優美的 利用這個邏輯的矛盾 那麼 Asher他可能知道這個邏輯矛盾 多久了呢 作為一個畫家 他一定很能夠處理透視的邏輯 那麼我在這邊要給 跟大家分享另外一幅畫 這個是我的一個網頁 只要你搜尋 我想今天大家都不需要知道網址 你只要記得這個名字就好了 只要你在Google搜尋這幾個字 我猜這張網頁應該是第一名 因為這不能說是我寫的最好 而是因為沒有別人把Asher翻譯成I學 所以只要是翻譯成I學的 就是我寫的 我先分享這麼一幅畫 希望我可以很快找到它 這一幅 我們都知道音樂家 特別是肖邦啊 舒伯特啊 這些人 他們留下來很多練習曲 練習曲的意思其實是 他在練一種技巧 他在練一種 以鋼琴來說 一種彈奏的技巧 而這個彈奏的技巧 反映在作曲的譜上面 是一種作曲的技巧 是那個音符安排的技巧 他練習這個技巧的創作 留下了十幾二十部的很短短的曲子 為什麼很短 因為就是練習嘛 他只是練習那個技巧而已 那這一幅畫我也可以想像 是Asher的練習他的技巧 這一幅版畫其實只要一個版 它只有黑色跟白色 可是您是不是可以看到 這上面是個球 再接下來呢 是個半球 很清楚齁 再接下來呢 它顯然是個餅 但是李治告訴我們 其實這都是一個餅 它全部都在平面上 你看到的都是假的 你看到的立體全是 就是你覺得有立體 但那個立體都是假的 這就是它的錫作 而這幅錫作的底下我有寫 對不起 這個是下一幅畫的年份 1945年 我剛剛特別要說它的生成 是請各位 因為當我們在看歷史的事情 當我們在看一些 這個文化脈絡中的事的時候 我們常常忽略一件事 就是那個人幾歲 我們也常常忽略第二件事 就是他在哪個時代 如果我們忽略這兩件事 我們會失去很多經驗 很多自我教育的機會 這個人47歲 一點都不年輕 他花了他大半輩子的時間 摸索不到他人生的目標 47歲他才開始發現 事實上這也不為過 您知道齊白石 什麼時候可以畫出 一筆一隻小雞嗎 明白 您知道 大概79歲的時候 一個文人 一個藝術家 一個哲人 他什麼時候成熟 他可能像我這樣還太小了 所以我們這種人就是要先保持健康 要不然根本活不到成熟的那一天 所以他這一輩子 1945年他47歲 他才開始習作 剛剛那一幅Waterfall成化於哪一年 1961年 他63歲 在台灣也有一位黑白集錦攝影大師郎靖山 他的畫也是拿到 他的畫在法國參展 他這位攝影家也拿到法國的攝影藝術的獎項 他第一次有個展 都已經到了台灣了 他的年歲 比這位Asher先生還要再大五歲 他到台灣那時候已經五十幾歲了 然後那個時候他才開始可以有一間暗房 把他在大陸時期拍攝的照片 底片慢慢的重啟出來重新集結 並不是說他在大陸時期沒有作品 是有的 但是很快的就因為戰爭的關係 就沒有辦法發展下去 他真的能夠發展就已經到了台灣了 而他到了台灣 從新開始的時候 人已經五十五歲左右了 我清不清楚到底是幾歲 不過決定絕對超過五十歲 所以這些藝術的人 攝影 不是攝影 就是凡是從事藝術、哲學、人文、社會發展的人 其實要發展非常非常久的時間 他花了很長的時間在 比如說Asher 他花了很長的時間在摸索 而他如何摸索呢? 在當時的那個世界 20世紀初 事實上從19世紀到20世紀初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 歐洲的稍微有點錢的人 中產階級 或者是用中國大陸的說法 一些小資產階級的人 他們最崇尚的事情 在年輕的時候最崇尚的一個活動 就是所謂的Grand Tour 這是英國人的話說的 Grand Tour 在今天我們台灣把它重新再拿回台灣來 推銷旅遊業、推銷遊學業 稱它為撞遊 但是我們台灣的撞遊 常常兩個月要給你收25萬 歐洲人當時那個時代所謂的撞遊 除非你家真的是像徐志摩家那麼有錢 徐志摩的爸爸 是江蘇最有錢的商人之一 你知道那個徐家慧 那是了不起的地方 總之徐志摩家是很有錢的 他們那個家族還有一個很有錢的前輩 叫什麼 徐霞克 他們家人就是愛玩 那麼他們有錢了兩三百年 所以徐志摩就有這個背景 他家有這麼有錢 然後請來了家教的 就是私俗的老師有喝過洋墨水 所以徐志摩從小有機會接觸西方文化的一些思想 他爸爸也足夠有錢把他送到劍橋去 那家要去那邊什麼書也沒讀 整天就騎腳踏車划船 對不對 但是造就了我們這個很偉大的一位文學的巨星 其實他三十幾歲就撞山死了 不然的話這個人應該是 應該會是二十世紀整個華文裡面最了不起的一個人 總之除了你家裡像那麼有錢的家庭以外 Grand Tour其實是打工 其實就是流浪 那麼對我們來說我們還有一個語言的障礙 對歐洲人來說語言障礙稍微小一點 所以他們常常一出門就是一年兩年 沒有超過兩年你不敢回家了 那不叫Grand Tour 那麼英國的比較稍微貴族一點的 或是中產階級這個比較成功的中產階級的家庭 會把他們的兒子女兒送到歐陸去Grand Tour 然後一去就是兩年 兩年的時間把他們放在歐洲 就是長期的長期的觀察長期的旅行 那麼二十世紀初的美國人也是一樣的 我們看到其實美國第一代的科學家都是流歐的 因為他們自己的那個時候的哈佛 這個或者是耶魯 其實都不成氣候 在那邊只能讀到大學畢業 就沒什麼好 就不能再讀上去了 那是十九世紀末 不是二十世紀初 然後就要送到歐陸 送到德國 送到法國 去繼續去深造 那麼這一位Asher 他是荷蘭人 他本來就在歐陸 他在二十幾歲的時候就離開家去撞遊 他這麼一遊遊了多久呢 二十三年 二十三年後他才回到他的家鄉 事實上我不覺得他是撞遊回到家鄉 他很可能只是因為二十四月大戰的前夕 這個意大利已經變成了一個極權統治的社會 我們都知道這個故事 然後他已經覺得那個地方沒有辦法讓他 他住在羅馬的時候 沒有辦法繼續待在羅馬做畫 所以他就回家了 1945年我們都知道 這時候已經開戰了 那個時候是一塌糊塗的混亂 但是這位畫家 還是在那個物資很缺乏 想必一定是物資很缺乏 生活很不自由 要很緊張很恐懼的那個時代 他還是做畫 而且事實上等一下我們再陸續看他比較多的畫的時候 我們會發現他的畫在那個時候才開始轉變 1961年他63歲 他什麼時候學會這個技法 就是這個水這樣子流了一圈又轉回來的技法呢 事實上這個技法發生在1957年 他什麼時候學到了1957年 唉我們永遠要記得他的年紀 他已經59歲了 好我們說說看這個技法怎麼傳出來的 在那以前1953年 他利用了一個物理的字 relativity 相對論 創造了一幅不像剛才那個技法 但是已經開始接近了的這麼一幅畫 這幅畫呢 我反而覺得比較不像相對論 我是在想像不出來跟相對論什麼關係 我覺得比較像我們的民間傳說 就是我們活的地方有很多其他的東西 當你陽氣比較低的時候 你就會撞到它對不對 要不然的話呢 我們應該各活各的 互相不會撞到 你看在這一幅畫裡面 這就是剛才1945年的那個席作的那種東西 他在同一個平面上給你不同的視角 這事實上也是立體派 立體派的基本技巧 但是他並沒有走向超向那條路 他走向了一種現實 或者是超現實 但是這個超現實 並不離開我們的生活經驗 裡面的人 裡面的物 裡面的樓梯 走廊 還有一棵樹 對不對 還有一個小庭院 全部不離開我們的生活經驗 但是這個serial 這個超現實 是有趣的啦 你看 事實上建築師也用了這一招 我們在很多地方看到建築師 故意不把樓梯收邊 使得樓梯從上面看是階梯 樓梯從下面看也是階梯 下次你看到那個階梯 你就可以想像那邊有別的人在走 所以有沒有 這裡有人在生活 這裡有人在生活 大家都在過自己的生活 相安無事的 他取個名字叫relativity 好 跟物理那個relativity 我們就不要再硬去想 有什麼關係了 我們也沒機會去訪問他 在我讀的文獻裡面 也不知道到底有什麼關係 反正他用了這個字 這是53年的作品 54年的時候 這一位 事實上 Asher這個人 絕對應該是藝術家 但是呢 我們世界上 就是網路世界上 有一個最權威的 數學家列傳網站 是一個蘇格蘭的大學 Anderson大學 建立的 那個網站的名字叫 MacTutor M-A-C-T-U-T-O-R 好像是 好像是麥金塔的助教的意思 就是 我不知道他跟Steven Jobs 會不會有關係 不過反正他叫MacTutor MacTutor裡面收集了 幾乎有一千位數學家 所以有一千位你就知道 其實大大小小的 當然我的名字是沒有在上面 還是要夠大的 大大小小的數學家 都被他收錄在那裡面 Asher名列其中 所以他被數學家 是被收為自己人的 數學家把他認為 他是數學家 而我又覺得 另外一個 這是第一個理由 我覺得 可以在數學相關的課裡面 講Asher 因為他的名字 真的在MacTutor的 數學家列傳的那個網站裡面 第二呢 其實 大部分的藝術家 除了做普普藝術 這個是普通的普 不是專業名詞的普普藝術 除了做那種 就是說 像做畫海報 畫那個電影看板 除了這種人 可以在生 在死前就有點名氣 還過個不錯的生活以外 大部分的藝術家都苦嘛 對不對 好像是他們的宿命 一定要過世之後 才會有收入 那麼 Asher不是 他為什麼不是呢 其實他的幸運 是來自於數學界 其實他的第一次個人特展 他的所有作品都拿出來展 是在數學國際會議上 在1954年 恰好就是在阿姆斯特丹 的這一次ICM ICM跟奧林匹亞一樣 是四年才舉辦一次 他翻譯過來就叫做 國際數學家大會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Mathematicians 好 國際數學家大會 每四年再一次 像我們這種 回到台灣來 沒有在數學的學術界 很活躍的人 大概也就只參加過兩次而已 1954年的那一次的展覽 恰好就輪到了荷蘭 阿姆斯特丹 在那一次的數學家會議裡面 開闢了一個場所 讓Asher舉辦他的個人特展 其中這一幅Relativity 可能是當時最新的作品 那麼他在那邊展出來的很多作品 所以還不包括剛剛那一幅 不包括剛剛那一幅Water Falls 所以Water Falls在這之後 那麼1954年那一次特展 讓Asher認識了很多數學家 也有很多數學家為他鼓掌 其中也包括了理論物理學家 在那個時候 一位Penrose 當時的Penrose只有20歲 22歲 1931年 他是英國的博士班學生 Penrose大家一定知道 也許知道 他有一本很有名的科普的書 糟了 可是台灣好像沒有翻譯 叫做The Emperor's New Mind 台灣有翻譯嗎? 直接的翻譯就是國王的心知 The Emperor's New Mind 這個書名曾經是一個諷刺 也許諷刺 也許諷刺 藉於這之間的 大家都知道的故事 只改了一個字 前面人的一個大家都知道的故事 叫做The Emperor's New Clothes 國王的心一 所以他用國王的心知 來當這本書的名字 顯然是有企圖的 對不對 他想要說什麼 他想要說 某一件事 就像國王的心一一樣 每個人都看不到 沒有人敢講 每個人都人云亦云地說 好棒喔 好漂亮喔 好厲害喔 但是他就認為說 我就不同意 他就要寫很厚的一本書說 那根本就是騙人的 他在說什麼呢? 他在說人工智慧 整本書就在說 什麼是Mind 什麼是Intelligence 什麼是認知 電腦 或者說計算機科學 寫出來的程式 究竟有沒有可能 有一天達到這個程度 他探索從機器的語言 探索到這個物理的本質 探索到這個哲學 反正就是一本非常非常長銷的書 而且得到那一年的普利茲獎 是一個巨著 那麼他的另外一個有名的地方 應該就是 他跟他的算是學生輩的朋友 就是Hawkins 也合作過這個 宇宙學的一些科普的書 那Hawkins當然現在很有名了 他第一本書是時間減齒 對不對 第二本書是核桃中的宇宙 總之就是內意寡人 所以都是非常非常聰明的人 這個Penrose 22歲的時候 還是個物理博士班學生的時候 參加了這一次國際數學家念會 國際數學家大會 當然他也就看到了這個Azure的畫 對謝謝 其中最讓他觸動的就是這一幅 Velativity 然後呢 這個天才 這個22歲的天才 回家就想 我要怎麼樣做一個更了不起的東西出來 而物理學家 跟數學家 在這一方面是完全一樣 我們都是極簡約分子 就是說 我們會想到一個複雜的事情 然後我們會不滿意 因為它不夠美 而物理跟數學的人 說某個東西不夠美的時候 通常他的意思都是說 它太複雜了 它一定還有更簡單 但是在精神上 在本質上 是相等的東西 一定有 直到我們覺得 這東西絕對不能再reduce了 不能再化約了 數學家或物理學家才會覺得 好 做完了 我們一定要做到那樣子 OK 這也就是論文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的論文會比較少 其實 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的壽事論文通常是40頁 因為如果你寫了80頁 老師就會罵你 廢話那麼多 好 Penrose回去以後 花了幾乎一年的時間 reduce出來這個東西 這個後來就叫做Penrose Triangle 各位也可以在網頁上面搜尋這兩個關鍵字 Penrose Triangle 這個Triangle 從透視的角度來看 你會覺得它是空間中的一個Triangle 不是平面上的 好 就算是空間中的也不會怎樣 因為我們都知道 三個點決定一個平面 所以任何一個空間中的三角形 它本來就在一個平面上 我剛剛說要透視的效果是因為 你必須要用透視的效果才能夠體會 這個三角形的每個內角好像都是直角 是吧 但是我們也曉得 這樣的話 豈不是這個三角形的內角合是270度嗎 這好像事情不大對勁的 所以這個三角形呢 就是不可能的 但是用透視的效果它不就畫出來了嗎 但是在空間中就是說 在物理上 你就是做不出來 但是也不能說做不出來 我們朱老師本來就是說它要做出來的 可是它就是來不及了 如果你去網路上面搜尋 Penrose Triangle 也許會搜尋到一幅照片 既然是照片 你也許應該相信它不是騙你的 它沒必要做那麼大的事情騙你 它是做出來的 而且還有人站在前面 跟你笑咪咪的跟那個三角形拍照 那個三角形看起來就像這樣 是一個三個內角都是90度的三角形 那麼那怎麼做出來的呢 其實在空間中真的不可能的 所以要用什麼 要用錯覺 就是視覺的錯覺 你要做一個三個角都是直角的三根桿子 互相的交角都是直角 但是最後的這就是第三個點 不是頂點沒有接在一起 它是錯開的 但是在某個角度上 你就會看到它連在一起 看得像 對 看得像 對 你還可以人站在中間 這就更了不起了 人站在中間 你站在一個三個角都是內角 三個內角都是90度的三角形的中間 拍一張照片 你去這搜尋一下 我就不在這邊說了 Perials reduce到最簡的這個狀況 這就是最極簡的一種視覺效果 但是空間中做不出來的東西 後來就有人幫它稱 就是大師就是這樣 他只做一件事 後來的人就可以把它發揮發揮發揮 所以在多邊形的這一方面 其實發揮了非常多的東西 如果你上網搜尋 Perials Triangle 你就會看到後面各式各樣的東西 但是你只要有那麼一點見識 應該都會知道那些東西都不重要 因為只要這個做得出來 其他那些都做得出來 那麼Perials是在五四年左右 他沒有創造出來這個東西 然後他也是很得意 很得意很興奮地寫信跟很多人講 但是畢竟這不是物理 他沒辦法發表 他並沒有一篇論文可以說這件事 但有意思的是 他的父親是心理學家 他父親覺得這是了不起的事 他父親從這裡創造出來一系列的圖案 上了心理學的期刊 這就有趣了 包括我們今天看到一個瓶子放在那邊 到底是人的臉在裡面還是外面 一張圖翻過來到底是個人還是鵝 那些圖都是那個時代發現的 那個時代去創造出來的 就是來自於這麼一 這個被極簡化約到這個程度的三角形 創造出來那些模擬兩可 就是用不同的透視眼光看到不同的結果的那些東西 而他爸爸不知道做了些什麼事 他也許就問人家 你覺得這是什麼 你覺得這是什麼 發展出來一些psychiatric的東西 那我就沒有繼續去研究了 那麼57年的時候 根據我們的知識 57年的時候 根據我們後來所知 57年的時候 這個Penrose當然也不會放棄 把他的這個三角形告訴他真正的知音 就是Asher 57年Asher得到那封信 開始練他自己的這一類的創作 第一幅 也不只能說第一幅 其實這一類的創作不只兩三幅 這個是一個比較成功的一幅 他已經把Penrose三角形 當然很容易以他的能力 就推廣成Penrose四角形 四邊形 於是這一幅圖 就是叫做Ascending and Descending 上升與下降 你會看到一群人 庸庸碌碌碌的 跟我們大部分人一樣 每天不知道在忙什麼 就在一條圈圈上面 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 有的時候上坡 有的時候下坡 你以為在上坡的時候 其實你突然變到了下面 你以為在下坡的時候 不知不覺又走到了上面 放大一點 放大一點 我還能怎麼放大 你確定嗎 這還不是一樣 好 視窗有大一點 圖有沒有大一點 不是不知道 還可以大 只是就不能滿腹輸出了 你說怎麼樣 把這個圖 不行 這個 你可以擋錯 然後它會變大 真的嗎 擋錯加加可以 可以加在哪 可以 真的耶 好吧 我還不知道這個功能 好 就像這樣 這些人呢 反正你知道在說什麼 這是1960 但是這個 Asher畫到這一幅 應該已經是第四幅了 就是他就拿這個技巧 在57年 學到的這個技巧 發展出來 57年的時候 他59歲 他學了一個新招 然後把這個 物理學家 畫約到最簡的那個新招 拿出來 變成他的藝術創作的一部分 當然他的藝術創作 不只用那一招 他 這個物理學家 他做了一個簡約的東西 但藝術家要 要讓他有意義 對不對 好 這是60年 61年 也就是一年之後 他就創作了 剛才我們說 他這一生可以當作 代表作的那一幅 Waterfalse 所以Waterfalse的 idea來源是誰呢 也許可以說是物理學家 但是你又說 真的是物理學家 但是Penrose又是 被他的relativity 是那個藝術的relativity 不是愛因斯坦的那個relativity 啟發了 所以你還是可以說 這是原創 只不過這種原創 就跟學術界一樣 我們學術界很少很少 一輩子 不是我的一輩子 是大家 我們大家 整個人類的所有的文明裡面 頂多也不過出現像 牛頓跟愛因斯坦那種人 他幾乎是一個人做完了一件事 幾乎啦 我們數學界還有一個叫做Gredo的人 他也是 他那一生只寫了兩篇主要的論文 但是這兩篇論文 就第一篇論文開啟了一門學問 第二篇論文結束了那篇學問 隔了快要四十年 其實 但是我要說 人很需要空閒 像Gredo跟愛因斯坦這種人 他們晚年的時候 他們住在一起 據說這兩個人感情特別好 他們兩個都在普林斯坦高等研究院 住在同一條街上 我們大家 因為愛因斯坦是公眾人物 另外那個Gredo不是 那個愛因斯坦在街上吃冰淇淋的時候 那個記者只會拍他吃冰淇淋的樣子 其實每次他吃冰淇淋 可能旁邊都站了另外一個人 就是Gredo 他們兩個就是一起吃冰淇淋回家的 兩個傢伙 這兩個人進了高等研究院以後 其實也沒有做太多事 但是他們就像神一樣被供在那裡 但是他們就是整天在那邊胡說八道 然後整天在那邊胡思亂想 他就是空閒 你就是要空閒 一旦空閒的時間夠了 他們也許還是有很了不起的事情出來 我不知道愛因斯坦在那邊後來有什麼事 我知道Gredo後來還是做得很了不起的一個數學 就是我剛剛說他close你整個學門 那一件事根本不用再討論了 剛剛說的Gredo是個邏輯學家 他就是對於邏輯結構 思想結構跟所謂的矛盾 比正常的數學家的敏感還要再更敏感的那種人 我就說一個簡單的故事 你就知道其實Gredo跟愛因斯坦比在一起 愛因斯坦還是非常世俗的 就是說他還是比較了解人生的 他們兩個有一天在車上 那天是為什麼呢 是他們要陪著Gredo 就是我記得那本書上說的故事 其實一共有三個人在車上 還有一個我忘了 反正就是一個人開車 愛因斯坦坐在一邊 Gredo坐在後面 他們兩個要互送Gredo到紐約去參加移民官的口試 為什麼要參加口試呢 因為他們要說服Gredo宣誓變成美國人 他們都是德國人 那是四零年代四幾年的時候的事情 Gredo就是非常的憂傷 你知道這些對邏輯敏銳的人都是這樣 他基本上是個藝術家 他整天就是 他本來還蠻Cureful的 但是他已經很憂傷了一個禮拜都不說話了 愛因斯坦一定覺得他一定有一點什麼毛病 然後反正就是 所以他們就覺得不放心 就兩個大師級的物理學家跟數學家開了車 帶著另外一位大師級的人到紐約去見移民官 要去參加口試 你知道要做美國人的口試以前 你要先讀一些書 然後要做一個簡單的考試 對這些人來說當然都不是問題 要讀的書就是兩本而已 一本就是美國史 另外一本就是美國憲法 然後他們在車上就說 今天很好啊 你看天氣很好啊 你今天一定是很順利啊 你可以做成美國公民啊 然後這個Gredo在後面南南自己就說 其實這一點都不好 然後你可以想像那個場景 然後外頭也許是一個很好的 這個風光明媚的一天 然後愛因斯坦就非常熱情的 想要讓這個Gredo的心情好一點 Gredo說一點都不好 然後愛因斯坦就聊聊天以後 就說至少你想想看 美國也沒有多壞嘛 至少啊 美國不會產生一個獨裁的政府 他指的當然就是當時的歐洲 對 希特勒 結果這句話才剛講完呢 Gredo就哭起來了 Gredo哭起來了 他就說 我還記得我讀的書上的原文 他說 Counter Rarity 相反的 矛盾的 I just know how to do it 我就是恰好 我就剛剛讀了美國憲法 我就知道美國憲法裡面是有矛盾的 他說根據美國憲法 這就是可以有一個獨裁政府的 結果愛因斯坦聽了以後嚇壞了 他說你等一下千萬不要跟法官說這件事 就因為後面這句話使我認識到 原來愛因斯坦還是比較社會化的 他知道這個事情不可以跟法官說 等一下他要去經過這個移民官的審視 他千萬不能在上面說 你們美國憲法是有矛盾的 根據這部憲法你們可以成立獨裁的政府 至於那個憲法的矛盾在哪裡 其實我非常的感興趣 但是我不知道Gredo到底看到了什麼 我相信他一定很厲害的 只讀了幾天憲法的書 他就讀出矛盾 他就知道依據憲法 怎麼樣可以製造一個獨裁的政府出來 總之那個故事 後來就說 愛因斯坦跟另外一位數學家 就一直哄著Gredo叫他忘記這件事 不要再說不要再說 然後到了法庭那邊 也是靠著愛因斯坦的大大的名氣 去糊弄了一下 根本沒有叫Gredo說話 就通過了 然後就變美國公民了 這個故事寫在 Who got Einstein's office 那一部科普小說裡面 所以我剛剛要說的就是他這一類的作品 Image of Impossibles 他已經不是年輕人了 在這個時候他已經四個 唉 怎麼說 說他老也不好 我們都還能活到他的年紀 總之 你把這個西元的年份加二 就是他的年紀 所以他令我覺得說 我們還要感動的事情 之一也是這一點 他其實還保持他的學習能力 六十多歲的人了 他學了新的技術 新的用法 當然版話的技術 在他六十幾歲的時候一定是純熟了 但是他卻學習了新的技法 學習了新的思考的方法 好 1956年 也就是他接到Penrose那個 不可能的三角形的前一年 他做了這個創作 而這個創作呢 就跟當時他1954年的時候 認識的幾位數學家有關了 其中一位是複辯函數論的學者 那個凡數位的學者 還把他的某一篇論文 其中跟一些平面上的 mapping 印射有關的論文寄給他看 顯然這兩個人 私下也是變成好朋友 事實上這位 這個Asher跟五零年代 六零年代幾個比較有名的數學家 都是有來往的 都是有溝通的 於是呢 他就想要創造這樣一幅作品 這幅作品就叫Print Gallery Print就是他的版畫印出來 Gallery就是畫廊 展覽 這個畫廊的展覽 他想要做什麼事呢 你也許從側面 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畫廊 然後有這個 糟糕了 好 這個很low tag 這是個畫廊 你也許看到這個畫廊裡面有幾幅畫 其中這第一幅畫 我剛剛特別有先拿給你看過 我是有預謀的 這就是剛剛那幅1945年的奇作 那我還有很多畫 剛剛沒有預謀給你看的 事實上 從這裡開始 這一整排 這兩排的畫 如果你熟悉Asher的畫作 就知道 這全是他過去畫過的畫 1957年以前畫過的畫 1956年以前 所以呢 這個畫廊就是他自己的畫廊 事實上我也有強烈的直覺 這個人就是他自己 年輕的時候 那麼這一幅畫 如果全部他過去畫過的話 這就有一個數學上的邏輯有趣的地方 這一幅畫如果都是他過去畫過的話 那這一幅畫呢 他過去畫過沒有 沒有 那麼這一幅畫有沒有展出呢 有 這個年輕人 也就是Asher 我猜 我直覺 強烈的直覺就是他自己 他正在看的這一幅畫 就是你在看的這一幅畫 好 這個做法 叫做Drost Effect 我們先看這個 Drost Effect 其實在我們今天常常發生 常常看到 而為什麼叫Drost 是因為這一個 熱可可的廣告 它是熱可可的盒子 可惜台灣沒有進口這個牌子 台灣進口的是瑞士少女 不一樣的 就是那個甜甜的熱可可 這個熱可可 上面有一個 這顯然是一個Nan 對不對 一個Nan的中文是什麼 修女 對 這個修女捧著一個盤子 木托盤 你看這個木托盤很厚耶 當時的生活真好啊 他們都可以拿這麼厚的 品質這麼好的東西當托盤 一個木托盤上面 木托盤上面再一個 應該是陶的托盤 然後在一個陶的杯子 這些都不重要 旁邊放了這一盒 Drost 可可粉 這個Drost 可可粉的封面是什麼呢 就是你看到的這個 所以這個封面裡面 是不是還有另外一個 秋女 她拿另外一個托盤 托盤上面放著 另外一個可可粉 所以你在看的這一幅畫 是不是就是這一幅畫 同時也是裡面這一幅畫 那 我建議大家下次坐電梯的時候 看一看 電梯裡面有沒有兩面鏡子 分別在互相平行的兩個平面上 然後如果在那種情況下 你可以悄悄地回頭看一下自己 然後你大概就可以看到 無窮多層 當然你要有點技巧 我有一個同學 我有一個學生跟我抱怨說 沒有啊 就只看到自己 你整個人站在前面 都全部擋住了嘛 對不對 你要稍微側一點點 不然的話 其實朱老師他們這邊 本來有同學 有想要做那樣子 他們拿兩面鏡子 只要把其中一面 不要弄那麼平行 稍微歪一點 你就會很清楚地看到 無窮多個 你自己的圖畫 圖案在裡面一直排下去 但是我勸朱老師不要那樣做 因為鏡子太薄了 這麼多人在那邊走來走去的看 萬一撞破了 我不是傾騰鏡子 我是怕小朋友 這個撞傷了 這很危險的 好 所以剛才的那一幅畫 他想要幹什麼 他也許想要做 他當然是想要做 Draws Effect 但是我剛剛說過 在Asher的時代 已經進入二十世紀了 這種Effect 在生活中知道太多了 就連商品廣告的包裝都已經用了 他作為一個堂堂的藝術家 如果還是做那件事 那有什麼好說的 都無聊透了 他根本就沒臉拿出來 對不對 就像數學家做了某些事 是不應該告訴別人的 比如說我在解二次方程 是解了半天 是不應該跟學生知道的 這很丟臉 總之 他不可以只做那件事 他從負面函數論的那位教授 那邊學到的是一個映射 那個映射 他不一定知道得很清楚 這件事情我們不確定 我們現在知道 當時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他想要做的事情是旋轉 這裡有一幅畫 這幅畫就是剛剛我說的這一幅畫 而這一幅畫呢 他希望他有一個尺度的相似性 就是說比較小的那一幅 跟比較大的那一幅 是完全一樣 是完全相似的 是比例完全相同 就好像這一幅小的 跟這一幅大的 是比例完全相似的 比例完全一樣的 是叫相似的 那麼所以把剛才的那一幅畫 把它還原以後 沒有做那個旋轉的效果以後 應該類似像這樣的一幅畫 在畫廊裡面 有一個年輕人正在看畫 這個畫裡面 他看的那一幅畫 是在阿姆斯特丹的港邊 然後這是船 後面有這個傑斯林匹的 沿著山坡上去的房子 在山坡前面的第一排 有一個長著回廊 駕著回廊的房子 然後在這個房子的窗戶 你可以看進去 有一個畫廊 那個畫廊裡面畫的都是 這也可以放大嗎 不過這放大也沒有意思 解析度不夠 對 你看這邊都已經毛掉了 對不起 等一下 等一下 我們先用了解的就好了 不需要每一件事情都看到 對不對 今天是有一點數學課 數學課就是要你想像 想像 所以這個尺度的相似性 跟這個Throws的這個 是一樣的道理 你只要線性的把這個幅畫一直放大 它就會到了某個地方 它就會回到那個 那個原先要表現的尺度 那個原先要表現的尺度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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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要做成了電腦動畫 這樣子 播放這個東西 您就應該一看就了解 我剛剛說的那一大堆畫是什麼意思 好 我就可以喝一杯 好 就要進入畫廊了 好 然後呢 好 它就看到了這一幅畫 然後 然後 對 然後就可以 繼續下去 好 但是 這是 沒水準的 這個在Azure 有聲的時候 這已經是沒水準的事情了 它不能只做這件事 它要更有水準一點 它想要做的事情是 它要讓這一幅畫 一邊旋轉一邊放大 旋轉了一整圈以後 它會回到原來的樣子 回 所以它需要做一個Mapping 這個Mapping 是負面函數上的一個映射 為什麼負面函數的映射會旋轉呢? 是的 我就要問一下 上一場有沒有大學生了 這個 我們有一位數學系大四的學生 有數學系的 z z平方 z z是一個Complex Number的時候 z平方會是什麼東西 有沒有大一呢? 十大數學系的 十大數學系的 負數 負數有向近 還有另外一個東西叫什麼? 主伏角 好 所以怎麼樣? 平方的話 主伏角會怎樣? 講不出來 講不出來 啊? 任何一個負數 A加B A跟B是時數的時候 它都可以寫成向量式 對不對? 或者說極式 可能你們高中說是極式 Polar Form 寫成Polar Form 就是R乘上 Exponential i Theta 對不對? R就是它的向徑 Theta就是它的浮角 所以我們在高中學的 地媒佛公式 就是這個公式 Cosin Theta 加上I Theta 任何一個次方 只要把那個次方 乘到Theta裡面 就好了 對不對? 所以到了負數平面上 任何一個數的平方 它的長度就變平方倍 但是它的角就是兩倍 就是它會一邊旋轉 一邊放大 所以你就差不多知道這個意思 OK? 對其他的人來說 就不要管這麼多了 對數學系的同學 應該要知道這件事 怎麼樣一邊旋轉一邊放大 就基本上是這樣做 好,所以這就是它當時的想像 那麼這個想像 那位藝術家其實沒有做完 其實他沒有做完 第一,它的Mapping沒有這麼厲害 他是個藝術家 他不是畫電腦的人 用電腦的話 就殉掉了 對不對? 而且這是1956年 那個時候雖然有電腦 但是電腦應用在圖像上 還早 電腦應用在圖像上 要到1980年代才可能發生 在那個時候的計算機 做不到這些事 所以這是純手工 所以它要先設好它的Plot 它整個構圖 這個構圖 它要找哪一個點做中心點 要讓它做旋轉 然後它要開始做Mapping 那個Mapping 得要自己想 自己算 所以它顯然懂附屬平面 然後 它還要把它印出來 它要畫得很精確 到了最後呢 一方面 它有可能是不會那麼精確 接不上 二方面 可能那個中間真的太細太小了 它做不下去了 您想 那老先生現在58歲了呀 要刻這個東西不容易呀 它要怎麼樣可以做那麼清楚呢 不容易呀 所以呢 它就結案了 它就在中間簽了名 寫上日期 就這幅畫結案了 然後就 我不知道賣還是不賣 這我就不清楚了 總之 這上面就是它的日期 這上面就是 這中間這一塊 仔細看 就是日期 跟年份 跟簽名 然後 但是它留下來的一些書信 跟它的兒子 跟它最好的朋友 在信裡面 都提到這幅畫 也提到誰告訴它這件事 然後還有跟數學家的書信 都有這些事 1898年生的Asher 在1998年的時候 100年名單 對不對 1998年的時候 荷蘭航空公司 荷蘭人嘛 對不對 這都有關係的 荷蘭航空公司 荷蘭航空公司 最自豪的一件事情是 它是全世界第一家航空公司 有人一直點頭 其實我並不知道 我只是看了廣告而已 總之我們做過河航 河航還有另外一句自豪的是 它還沒有摔過 它 在荷蘭航空公司上面 每個人都知道 荷蘭航空公司 航空公司都有雜誌 對不對 就放在飛機上的雜誌 98年的時候 他慶祝這位藝術家的 百年名單 所以那個 航空雜誌 也這麼有藝術氣息 整本雜誌 就是介紹這個 這個藝術家 其中有一篇專文 就講這一幅畫 而那個專文裡面 就挖出來一些他的信 他的日記 他的 反正一些文字記錄 說他當時想要做什麼做什麼 但是有些困難 恰好就有一個從柏克萊要飛回荷蘭 阿魯茲荷蘭的一個柏克萊的數學教授 也是他的同鄉 也是荷蘭人 恰好就有這麼一個人 在飛機上面看到了這篇報道 然後那個傢伙 恰好又是個幾何學家 在飛機上就一直想一直想 他覺得說 他知道該怎麼做 他知道這個Mapping是什麼東西 下了飛機以後 他就趕快開始做研究了 他就跑去問人家這是怎麼回事 他去拜訪 還會畫這個畫的一些人 然後在那邊待了一個暑假以後 回到柏克萊 就申請了NSF的計畫 申請了一個國科會計畫 這個國科會計畫 就是說他要finish這一幅畫 這也很厲害 他也拿到了國科會計畫 然後呢 這整個計畫就是 先找一些工讀生 把這幅畫給掃描了 然後變成電子檔 然後寫程式 湊參數 雖然我們知道 負變函數很簡單 一定會旋轉 但是你要恰好這樣旋轉 還是要配很多參數的 做一些實驗 配參數 找到了那個Mapping 然後把它做Inverse Mapping 拉回來 變成Linear 就回到這個尺度 回到這個尺度以後呢 或者回到這個畫面 到這個畫面以後 藝術家總有畫不準的地方 需要填補的地方 就把這個東西送回荷蘭 請還能夠有這種技術畫 木科版畫的荷蘭畫家 把它補完 把這幅畫補完 補完了之後 再送回伯克蘭 重新掃描 然後就出現了這一幅畫 既然已經全都掃描過了 順便給你看動畫也沒有什麼 所以就出現了剛剛那幅動畫 整件事情發表在1994年的Science雜誌上面 就是美國這個應用與工業數學協會的這個雜誌上面 所以這個Asher畫了一個很…就是…像這樣的東西 所以是不是藝術家又在回應科技了 藝術家用他們的創造力 反擊科技 你可以做到這樣 我們藝術家可以做到更不一樣 對不對 我們可以扭曲 我們可以旋轉 當然科技還是可以回頭來再幫助藝術家 幫他實現了 要不然的話 他畢竟是個… 他畢竟是個… 是個靜態的東西 畢竟在紐約是沒有辦法的 但是就解析度來說 當然這一幅畫還是好 但是最後 那個…那位伯克來的教授 最後還是印了一個解析度非常高的 這個版畫出來 是Complete 是把這個畫完成的… 的一個版本 他的第三類的作品 他第二類作品就是剛剛那種 特殊的transformation 特殊的變化 就是transformation是數學家最厲害的 最喜歡做各種各樣的transformation 我猜物理學家也很厲害 就是大家就會把像什麼的變成不像什麼 不像什麼的變成像什麼 這就是我們最厲害的地方 那麼第三大類呢 反而就是可以說他早期的作品就是漸變 那麼我用了一個計算機 這個特效裡面常用的字Morphing 這個Morphing第一次抓住這個普羅大眾的眼光 我猜就是Michael Jackson的一個MTV 對不起MV 他那首歌就是…那首歌是什麼來的 Beat It是不是 反正那個MV就是有十幾個人都只有拍一個頭 然後一邊跳舞一邊甩頭 甩三下以後就換了另外一個人 我覺得四川人也可以做得很好 不過意思不一樣 四川人也許可以每兩拍就換一個臉了 不過他這個時候換了一個人 不是換一個臉 那就是Morphing 從一個人的臉換到另外一個人的臉 那是計算機的…反而是科技的一種發展 那這個Asher做的Morphing呢 你看這一幅畫1938年 事實上他比這更早就開始做了 所以那個時候他四十歲 所以可以說這個人剛剛開始成熟的時候 剛剛他的撞遊該結束了 該認真做事了 差不多這種時候 他的第一次做出來的這個…就是第一批的作品之一 這個Morphing 這一幅畫是我…這不是他第一幅Morphing 這也是我認為說 在所有的Morphing裡面我最喜歡的一幅 這一幅呢 對稱性非常的豐富 它有顏色的對稱性 白跟黑對不對 當然啦 版畫只有白跟黑 但是我要說的是 白有白的鳥 黑有黑的鳥 然後呢左右兩邊的這個線對稱 這可以到國中的教室去 國中的老師就可以問學生說 這裡有幾種線對稱畫出來 把對稱軸畫出來 然後呢這個田野 就是天跟地的對稱 顏色的對稱 左右的對稱 就是有意向的對稱 有幾何的對稱 有顏色的對稱 這是我覺得我最喜歡他的一些原因 當然除了這些原因以外 反正看起來就是很漂亮 看起來就是美 這是他的第三類的作品 而他最後一幅 我剛剛說他的最後一幅 我記得是1969年 那我就記錯了 1967年 他69歲 這是他的最後一幅 這個叫Metamorphosis 這一幅畫一共畫了九片 每一片都是像這個桌面那麼大 他在展覽的時候 是圍成一個園來展覽 那麼你就可以繞著他走 走的時候你就忘了你走到哪去了 因為這都在間辨 對不對 你從這裡走就是從這個飛鳥 不知道怎麼樣變成了飛魚 飛魚又掉到水裡 然後變成了船 船又起來變成了帽子 帽子又變成了好像又是魚 總之就這樣子走過來 然後想必你還可以想像 第二片接在這裡 然後他又變了 第三片第四片 然後最後那第八片呢 就應該接回這裡 那就是一整圈 那你就是 suppose你在看這個展覽的話 你就是應該繞著他 可以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 可以消磨一個下午 這是他的morphing 那麼他的morphing 到了50歲的時候 他的morphing 就更上一層樓了 他事實上記得那一幅球嗎 剛剛那一幅球 上面是球 底下是半球 底下是柄 那畫於1945年 記得這件事 在1945年以後 他就開始玩立體了 雖然圖畫裡都有立體 但是他的玩弄 最成功的 我最喜歡的這一幅 但是最出名的 應該是這一幅 知道 我手畫我手 對不對 好 這就是 玩弄立體的透視 那這也是邏輯 對不對 他就是把這個邏輯 弄到 就是發揮到 淋漓盡致 然後可以 自由地在平面 跟立體中間 來回穿梭 也就是說 他可以自由地 掌握兩度的空間 兩種維度的空間 物理學家更厲害 可以掌握十個維度的空間 只是別人都不懂而已 不過這個是讓我們可以感受的 兩個維度的空間 不過我比較喜歡 reptiles 事實上這個家伙很喜歡畫reptiles 他不只這一幅畫 他很多畫裡面都有reptiles 這一幅我最喜歡的 除了酒瓶酒杯以外 這邊有一個正十二面體 這些都不是喜歡的原因 這些都是配件 配料而已 當然最喜歡的就是 這一整幅圖 然後我在 我在美國的 Schmithsonian 就是那個 Schmithsonian博物館 華盛頓DC 華盛頓DC的Schmithsonian 它是一整 Schmithsonian 不是一個博物館 不是一個博物館 是一個博物館聯盟 它大部分的博物館 的Physical的那個 那個館都在華盛頓DC 那個白宮周圍一圈 其中有三個美術館 我在那個美術館裡面 買到這個拼圖 事實上它有很多這樣一系列的東西 後來都被製造成拼圖的商品 就是這個reptiles的拼圖 然後它也有一系列的東西 讓小孩子可以把 把平的東西割下來 然後做成立體的 不過我在台灣 還從來沒有碰到過 有人在賣這個東西 我覺得我最 覺得我怎麼說 我對它的感受 我覺得這就是它在 它在說人的一聲 我們就從這個圖裡面 不知道什麼都要爬出來 當然是從兩胎生的 但我們的能量哪裡來的 我們的物質哪裡來的 其實不過就自然界嘛 對不對 然後我們就開始脫離了 這個懵懂無知的平面時代 然後就開始往上爬 對不對 每個人就是喪好再往上爬 雖然我們也不知道 我們上面的那個方向到底 對不對 總之我們就往上爬 爬到了最高點的時候 你就意氣風發了 吐了一口氣 然後不知不覺 你就開始往下爬 然後就開始往下爬 最後呢 不就是塵歸塵 土歸土 你就回到了平面 最後你還是沒別的辦法 就是回到平面 你還是回到了那個 埋葬你的地方 結果自己又再下去了 這是我看到這幅畫的第一感覺 我的第一個感覺 就是我覺得它在說一個人生 像這樣子的作品 其實引發了非常多其他人的想像 那麼那些其他人的想像 想像得好不好 我實在 這好不好就很難說了 比如說像這一幅 就是到了這個電腦時代以後 我們就有一些其他事情可以做了 在立體跟平面之間 做這個 做變化 那 對啊 這一定是把下面修掉 對不對 這一定是 大家都說是假的 但這個Ideer怎麼來的 事實上不要覺得它多有創意 有創意也不過就是讀了比較多的書 其實 聽了比較多的演講 對不起 為什麼 好 這一幅 這一幅像不像relativity 哎呀糟糕 有點太暗了 不是 這個光 旁邊的光有點太亮了 總之 這是 怎麼辦 因為它照片是佛室內 所以它就是暗了一點 有沒有像relativity 有 這個Idea 天花板 地板 誰住在這裡 不要說噩夢 這一幅 這個很有創意 拉的一幅 今天早上夜裡話不再說 有什麼狂想可以變成科技的 哪一天我們可以拿個毯子一丟就是一條路 那多好 走了以後再收起來 你看 就不傷害環境 對不對 我不知道還有沒有 像這樣 對 這就是 Penrose Triangle 一樣的想法 透視 誰在橋上 誰在橋上 好 就這些了 沒時間了 所以這就是你也可以說 就是錯覺 對 但是這個錯覺 有一些錯覺 是把它可以當 就像有一些人寫的詩 你說它是打油詩 有些人的詩就不是打油詩了 為什麼呢 不曉得 氣度不同 或者是簽名的人不同 這個蘇東坡寫一首打油詩 別人就變成就是經典作品 我寫一首就是打油詩 所以你要是畫這種 這種東西 人家會覺得說 你是雕蟲小技 對不對 但是世界上第一個做出來的人 就不是雕蟲小技 他就是引領了一個思想 他就是引領了一種創意 你有這個方向可以去想 那麼我在網路上面 看到大家傳來傳去的那些繪畫 究竟有沒有超過我認識的過去的 已經有的一些典範的重新創作 就是有沒有人超過過去的典範 而全新的創作呢 其實還沒有 其實最近看你總是 總是會從那個畫面 當然你會欣賞 這並不是說他們不好 是很欣賞 尤其剛剛那個拖著公路跑的那一幅照片 一定是修飾的照片 那都是很棒的創造 但是就是 你還是可以看得出來究竟是怎麼辦 究竟他是怎麼做出來的 剛剛講到數學家 數學家在數學年會的 在數學這個 對不起 那個國際數學大會的時候 做過 到哪裡了 還是這一個 為這個Asher做了一個特展 很多年後 又回到了荷蘭 1981 這個Congress又回去了 在那個Congress他們希望保持這個優良的傳統 所以他們設計海報的時候 設計海報的時候 就做了一個不可能的立方體 那因為那個不可能的三角形 其實在上一次 上一次在荷蘭舉辦那個Congress的時候 其實還沒有被發明 那一次的國際數學家大會 辦了一個藝術家 一個畫家的展覽 卻啟發了後面的數學 物理學家做了一些事 再回去啟發了那位藝術家 做了其他的創作 這多美好的事情 這個藝術家已經純純然的 就變成學術界的一份子了 他已經跟學術界的人溝通了 你只要跟學術界的人溝通 一起思想事情 我們就是一家人嘛 那就是學術圈的人了 所以隔了若干年回到 這個阿姆斯特丹再辦 這個Congress的時候 他們就處心積慮地創造一個東西出來 當作那一次Congress的Logo 就是這一幅畫 這個是創造的 這是當時為了那個occasion 為了那件事情 創造出來的 那麼這一幅呢 朱老師也是說 他們做得出來 我們就等著明年 不要給大家看動畫 有影片 是喔 OK 好 好 我們等著他做出來 所以你們明明也再來 聖老師下次回來 你讓他說 好 先欠 好 我剛剛說他撞遊二十三年 對不起他就說錯了 撞遊十九年 撞遊十九年 其中待在羅馬的時間 幾乎是所有的時間 他到那邊就認識了一個姑娘 就結婚了 所以他的撞遊可以說 在那邊結束了才對 但是他在那邊 還是繼續的遊歷其實 就是在羅馬 范蒂岡那些地方 繼續的遊歷 於是他在那段時間 你看 1922年 這位年輕的藝術家 只有24歲 他那個時候只是個工匠 他那時候留下來的話 就好像我們現在回頭去看 齊白石 23歲歲的話 甚至於上次在歷史博物館展覽的時候 我看到齊白石 十幾歲的話 我真是覺得說 都應該帶畫畫的小朋友到那邊去看一看 每個人都覺得自己是有希望的 齊白石十幾歲畫的話 實在不怎麼樣 真的不怎麼樣 透視是不對的 手的長短是不對的 腰的粗細也是不對的 那個白石的飄逸 根本就是壓克力 總之 就是你看得出來這個人 十幾歲的時候 連個畫匠都成不上 但是他的畫畫就是 我覺得看那次展覽是非常的令我感動 就是你可以看到一個人 十幾歲 二十幾歲 三十幾歲 四十幾歲 七十幾歲 八十幾歲 九十幾歲 他真的在七十幾歲的時候 不知道是怎麼樣突然改變 真的成為大師了 那個就是 真的一系列擺在那邊的時候 你才會有感覺 或者是到Smith-Somian去 有一間這個房間 兩倍大的房間 放著比卡索 也是一樣 十幾歲 二十幾歲 你就突然有一天發現 這個人變成 怎麼變這樣 其中一幅畫叫女人 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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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第三幅就不認識了 就是你就是要按照這個時間 這樣看下去 你就知道 哇 原來是這樣子 原來要創造出那樣的東西 實在還是很困難的 所以在二十幾歲的時候 他畫的就是地磚 這個東西看起來 看起來有點複雜 其實它是一個上下左右 沒有兩邊巡迴的周期性的話 就是平面周期啦 就是這個意思 想像這是一個地磚 把它把它貼在地上 上下左右都對齊了貼的話 它就會一直重複 一直循環下去 那麼這一幅不過是個寫聖 這就是聖彼得教堂 去羅馬玩 去梵蒂岡玩 當然一定會進這裡 這是梵蒂岡教堂 那麼我也曾經站在這裡 這是梵蒂岡教堂 從正上方看就是個cross cross的那個交叉點 做成了圓 這是羅馬建築 花了幾百年學不會的東西 直到文藝復興以後 再把一些希臘人的方法 透過阿拉伯文 重新翻譯成拉丁文 再傳回歐洲以後 他們才能夠完成這樣子的建築作品 總之畫方為圓 畫圓為方 這其實一點都不容易 總之這是一個圓 雖然是在十字架的正中間 聽起來應該是個正方形才對 要做成一個圓頂 做成一個圓頂 從塞的底下往上看就是個圓頂 一個半球形的圓頂 這個圓頂的那個半球形的半徑那一部分 應該 對不起 赤道那一部分 赤道那一部分是一個小狼 就是大概有這麼寬的一個小走廊 過去那上面是給工人上去的 就是插天花插那個蜘蛛網 要不然你想蜘蛛網怎麼插 對不對當然有工人在那邊 現在除了工人上去以外 我們觀光客也都上去了 而且工人上去 理薪水我們是花錢上去的 總之每個人都可以上去那裡 然後上面有非常 你就可以近距離的看那些馬賽克的藝術 是很棒的事情 我也曾經在那個地方站著 當我站在那裡的時候 我已經知道這幅畫了 所以我一直在找 Azure站在哪裡 然後我就差不多站在那裡 然後我就拿起我的相機 然後發現 很快的就發現 藝術家真了不起 就是在那個地方 你如果用過分魚眼的相機 你就是那個尺度就是壞的 近跟遠的地方的尺度是變形的 那個直線就會是歪的 就拍不下來 如果你不用魚眼鏡頭 你不用這麼廣角的鏡頭 你就根本拍不到旁邊這一圈 因為那個圓太大 你根本拍不到 所以藝術家我覺得 除了他們要做一些創造 這個由大腦 由這個思想創造出來的東西以外 藝術家更 其實本身又已經很了不起了 他就是可以突破鏡頭的限制 對 鏡頭他就是有光學的限制 他可以看到這個場景 記在腦筋裡面 然後回家把它如實地描繪出來 像這樣的寫生 其實他也留下很多幅 那麼這是 他算是很正常的作品 對不對 在這個時候 當Gashel只有24歲跟37歲的時候 看不出來 他這個人將來有什麼大氣 就是個不錯的畫家 可以畫個寫生的作品 那麼 有關球 有關圓的這個玩弄 其實這也是一種寫生 不過他從很早以前就開始在 在做球的上面的創作 就是說這個人已經開始有點奇怪 就是說 他那個腦袋已經開始有點奇怪 但是1935年 他畫的 他跟這個瓣鼓一樣 他畫了很多的自畫像 但是他的每一幅自畫像 當然都要有點目的 都畫得怪怪的 這一幅是他1935年的自畫像 反正就是手裡拿個球 然後你周圍的所有的 只要是在球的半徑 就是你手裡拿的 面對它的那個球面的 相對那個面的半徑 只要在這半個球面的 這一側的所有東西 都會被收到這個球裡面去 收這個字很有趣對不對 就是收妖精的那個收 風神榜裡面經常用這個字 西遊記裡面經常用這個字 球呢就是把這整個世界 就會收到它的表面上面去 如果你要考慮這個映射的話 所以這已經是他 雖然是很早期 在37歲的時候 就開始在 就開始在 對這種事情有興趣 面對著一個球面 來畫一幅畫 但是到了62歲的時候 他的功力就不止這樣了 62歲的時候 他已經多知道一些數學 我剛剛說過 他跟一位負面函數論的學者 有過一些溝通 這時候他跟一個群論的學者 有一些溝通 那麼他在思想 所以我剛剛特別要說 那幾件事情 他會畫地磚 是他小時候 二十幾歲的時候 他也許做過地磚的設計工人 也不一定 反正他以前會畫地磚 他會畫這些二維在平面上面 有周期性重複的這種圖案 於是既然有了地磚 他當然知道某一種圖案 是可以無窮次地重複的 可以鋪滿一個平面 我就節省時間 不去拿那個平面板的出來 這裡其實是魔鬼與天使 這個黑色的仔細看看 它是蝙蝠 在西方傳說裡面就是魔鬼 魔鬼 這個白色的你也許看不清楚 這是臉 這是翅膀 他的手是舉起來的 這是天使 所以這個黑跟白 其實又是有某些意境 黑呀白呀 人呀鬼呀 然後天使魔鬼 然後它又是一個tiling 就是其實你把它想成平面版本的話 它可以鋪滿一整個平面 但是一個無窮的平面 是畫家不能展示的 因為你畫最後只有一個框 最後有一個框 你就不能無窮 但是Asher還是用另外一個辦法 去突破了這個限制 而展示了無窮 就是剛剛我們說的 他的一生的最後那一幅 用九片圖去繞一圈的 Metamorphosis 1967年的那一幅作品 那也就是一種無窮 所以無窮有真的很遠或是很小的無窮 用數學來說 可以七下無窮大或七近於零的兩種無窮 事實上有另外一種無窮 就是Periodic 無中無時 無時無中 就是一直轉 在一直轉的時候 哪個是頭拿著尾呢 我們小時候都讀過這邊一個很短的故事 一隻小狗就問老狗說 到底是哪里是頭哪里是尾 為什麼都咬不到我的尾巴呢 然後老狗就說你長大就知道了 這個Sertle Limit 他想要做的就是無窮 怎麼樣在一個有限的平面上 展示一個無窮的平面呢 你要靠球 所以這一幅畫其實也沒多難 你要先想像 用這個黑魔鬼跟白天使 在平面尺度上鋪滿了整個平面 然後再想一顆反光球 掉在這正上方 然後這無窮的平面就被他收上去 整個無窮遠 就被收到赤道的附近 他的正下方就被收到這裡 所以那位62歲的老畫家 就很小心很小心地畫了幾層 一層兩層三層四層五六七八 好像畫到第十層的樣子 這很了不起 很小心很小心地刻到第十層 但是再刻下去 所以當然我們技術上或說物理上 是做不下去了 但是其實思想上就馬上可以了解 那裡還有無窮多層 那就是無窮 這是一個無窮大無窮遠的平面 可以被收到一個很小的一個球上面 所以球真的在神話故事裡 很多這種東西 一個狐狸、一個球、一個鏡子 就可以把很多東西收進去 這就是那幅畫 當然這幅畫還要再經過另外一次投影 它真的收上去的是球 球是立體的東西 最後還要一個正攝影 就是假設再有一個照相機 在這個球的正下方拍照拍下來 那就會是這一幅作品 所以這是Sircon Man Man 4 事實上 所以他做了六幅 我記得啦 他做了六幅 這只是我覺得最好看的一幅 這一連續的作品 其實都是在1954年之後 可以說這位畫家 在1954年被數學家邀請來 在數學國際會議上面做了一次各展之後 他的人生應該也有很大的改變 1954年以前 他很努力地在創造一些突破 一些平面板化的一些限制 創造一些新的課題出來 但是1954年 他一口氣認識了好幾個重要的大腦 當時的很聰明的幾個人 給了他很多的刺激 所以1954年以後 他就很不一樣了 那麼 所以1950年代的後期 1960年代的初期 他一方面有做剛剛的旋轉的那個東西 一方面做了這一種Mapping 他不只是Tiling 不只是拼磚塊 他還把拼磚塊再提升一級 做了一些轉換 做了一些映射 然後呢 他還在做他的Impossible 就是Penrose的那個三角形給他的刺激 那這一幅畫呢 這是我今天想要說的最後一幅 說了這麼多他好像都不太正常 這個人 但我還是要說 藝術最後還是要束縮於美 還是要夠美麗 這一幅呢 是一個我說正常的小品 它就是Puddle Puddle就是水潭 關燈好了 關這裡嗎 因為不關燈的話 就看不到月亮 那天的下午1952年 戰爭剛剛結束 整個歐洲開始復蘇 然後這一位54歲的老先生 相當也不老 我自己也要是那個年紀 好 這位54歲的先生 在一個尋常的夏天的下午呢 提著一個空桶子到鎮裡面去買酒 曾經有一段時間 我這種年紀的人還經歷過了 我會提著罐子幫媽媽出去買醬油 或者是買沙拉油 是不是這樣 這位老先生就提著罐子到鎮裡面去買酒 然後打了一壺的啤酒 正要回家的時候下了大雨 然後他就只好坐在酒館裡了 然後不知不覺把他打回家的酒就喝完了 然後喝完的酒也就雨停了 然後顯然是一個滿月的日子 所以月亮在太陽下山以前就升起來了 然後就沿著一個小徑走回家 一九五幾年的時候可能大部分的 大部分的這個鄉下的路都是沒有鋪 都是沒有鋪面的 所以這是一個軟泥巴的路 然後你在路上 這個藝術家低著頭走啊 就看到地上有很多腳印啊 斜印啊 然後輪胎的印子啊 然後村裡的人走來走去的 就在路上寒暄幾句啊 想像是一個很棒的下午 假如那是一個星期六下午的話 其實我們都不該來這裡的 星期六的下午 我們就是應該過這樣閒閒的日子 然後就這麼觸動了他 在這個水潭裡面 他看到了天空 這個天空這邊有一個 剛剛升起來的滿月 然後有松鼠印在這個水潭上 所以這就是一個 真的一個很簡單的事情 這一個很簡單的事情 一個很簡單的畫面 讓這位常常在做一些 奇奇怪怪創作的作者 的這個畫家 回到家做了一幅 這個藝術家本來該做的事 就是畫一幅 讓人覺得比較舒適的 比較心曠神怡的 比較 感覺到美的 感覺到 感覺到這個 這個休閒的 一幅作品 這一幅是Puddle 像這樣的作品 也傳了好幾幅下來 在他的網站 在他的介紹他的網站上面 我們很容易看到他全部的作品 我們今天就只介紹這樣幾幅 好 我準備好的東西 就差不多講完了 這個 朱老師要不要來主持後面的討論 好 對 純演講 對 朱老師 我們歸朋友有沒有什麼問題 要跟夏老師趁這個機會 我覺得我們這個七六下午還蠻悠閒的 他同意吧 而且還蠻美的 很美 因為主報的一場演講 謝謝 所以我們現在 其實也開放大家就是做很 因為剛剛夏老師也有提到就是 很希望跟大家是有比較多的互動 而不是只是一個單向的傳輸 就是直接 咖啡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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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剛剛有提起 善老師 他有沒有看到一個那個四隻老鼠 沒有講 好想聽 我自己聽了之後開心對不對 我曉得你們 不要聽 不好意思 因為還有十五分鐘 真的嗎 你看 可以讓大家問問題 因為那是個數學 那是我教數學通識課的時候才講的 現在沒有必要 四隻老鼠 其實 我有點想 等一下 我知道 我記得這個故事 但我想到 我講完這個故事以後 我的下一節課又出現了 這個故事要說的 是跟Carroll什麼事情有關呢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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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設這四隻老鼠 四隻老鼠都很貪婪 他除了要保住自己的氣死 他還要搶別人的氣死 所以在假設 這全部都假設 假設在同一個時間 一聲令下四隻老鼠 通通用等速率開始追前面那隻老鼠 什麼叫前面那隻老鼠 我們就用逆時針來想 這個頂點的老鼠要抓這隻老鼠 這個老鼠想要追這隻老鼠 這個老鼠要追這隻老鼠 而這隻老鼠要追這隻老鼠 同一個時間 這些老鼠就用等速率 在平面上開始往前跑 然後老鼠又非常聰明 他不會跑到角落轉個直角再追 他就是隨時對準了他的目標再追 對準了他的氣死 最後我們要假設 老鼠都很瘦 他的體積是零 然後他就會一直這樣追下去 那麼老鼠跑的軌跡是什麼 這邊一個數學問題 對 就是後來就是這個東西 那麼還有一個數學問題 如果速率是一 老鼠追多久會追到對方 當他們追到對方的時候 每一隻跑得多遠 如果這個正方形的邊長是一 所以這是數學問題 我在通識當然沒有叫別人問這個問題 沒有問同學這個問題 但如果我在數學系開數學媒體 或者是電腦輔助的 就是計算機概論 我們會改善我們的系統嗎 跟我沒有關係 沒有沒有關係 這叫靜電 對不對 這是靜電 在內協課裡面呢 就是要同學算 特別是算虎長 這個非常困難 這個一定要用電腦 不用電腦的話 一般的大一大二學生可能是做不出來 但是用了電腦 那就可以了 大一大二的學生 就都可以做得出來 那這就是一個 用這個故事 我在比較在大學的課裡面 要用這個故事 再來解釋這個dross defect 對 其實就是 他想要畫的那幅畫 應該放在這裡 假如原先放在這邊 他就要reverse這個circle 這個path要轉回去 OK 而這裡面是什麼呢 再轉一圈 就是裡面該有的東西 對 就是這個意思 事實上這個故事 我在最近的通識課裡面 用了兩遍 但是我真的現在想不起來 我第二遍幹什麼了 不過那是另外一回事 那在講另外一種創作 文字的創作 那是Louis Carroll 他寫了 《愛麗絲夢遊先進》 那是我們的翻譯 反正英文並沒有說 它是仙境 它只是個夢境 是Wonderland 然後一共寫了兩本 那兩本書 跟這個很像 跟這種事情很像 就是一個非常了解 文字邏輯的人 像這裡是說 一個非常了解透視邏輯的人 把透視邏輯精簡到一種地步以後 把他的矛盾抽出來 在他的矛盾上面去做文章 去創造新的東西出來 那麼Louis Carroll的《愛麗絲夢遊先進》的兩本書 特別是第二本 其實在不同的形式上面做了一樣的事情 就是一個非常了解文字邏輯的人 或者是語言邏輯的人 利用了語言邏輯裡面的矛盾 他去抽出來那個語言邏輯裡面的一些元素 去創造矛盾 用那些 或者應該說 用那些矛盾來創造效果 創造故事的荒謬的效果 那就是我們在講《愛麗絲夢遊先進》的時候 要比較挑出來讓大家一起欣賞的東西 對 等一下 至少知道四隻老鼠被幹嗎 對啊 對面好有趣的一個東西 也許那個是《回溫師》嗎 你會說 《回溫師》嗎 《回溫師》 其實我真的很忘記 對 但是拿開我的偷影片也許就會慢慢想起來 所以現在這個空檔 如果你不要客氣 機會非常難得 我想要各位是不是申請第一次 就是聽到一場演講 是把數學跟藝術做這麼緊密結合 而且還可以看出其中 不管是數學的美感或是藝術的美感 都解決 年輕人 我們當時有大學生嗎 那數學系的代表 請問兩位是 中央大學的地科系 這邊 大學生 什麼系 志工 然後蔡老師有說 很多東西都必須靠電腦 對你來說應該是很好的練習 謝謝 算了應該都不是 我忘記了 我是講過了但是我忘了 OK 好 時間到了 這位同學 剛才我看到介紹裡面有關於 拓圖學 還是拓圖 拓圖 拓圖學 跟他那個 畫有關係嗎 其實 不能算是有關係 拓圖學 很難應用到這個畫裡面 因為拓圖學講究的就是 很多明明我們認為不一樣的 在幾何觀點上面認為不同的事情 就把它認為是一樣的 其實數學或說一些理學的發展 都在一步一步的做抽象化 那一步一步抽象化就是 每抽象化一次就是把一些我們過去認為是不同的東西的本質 再抽出來 又變成是一樣的 所以那個東西 或許資工的同學很容易 不是很容易 是可以從拓圖的一些思想裡面 找到一些做變化 做Morphing的動畫的藝術 但是如果是要印下來的話 其實是不容易的 但是我忽然發現這不是不容易的 這好距離也有一個例子 對 我們有一個東西都準備好了 我差點忘記了 然後害得我們 害得朱老師可能有一件事情準備好了 卻沒有用上場 這實在不好意思 Azure的 糟糕 是哪一個呢 摩比烏斯袋 這是一個大家應該很熟悉的東西 這個在很多很多的數學的 這其實不是拓圖 因為發現這個東西是在18世紀後期 它算是幾何 但是因為這些發展 使得後面的拓圖有發展出來 它開始讓人認識到一些不太難 但是非常詭異的事情 這一幅畫是它1963年做的 雖然它有一個企圖 想要讓大家看到說 這一個袋子 這是空間中的一個 它把它做得像軌道一樣 所以是空間中的一個 算是一個軌道 軌道所形成的面 對任何一個面 我們都應該想像 我們都憑著生活中的經驗 它應該有正面反面兩個面 但是其實在18世紀末就已經發現 未必是這樣的 在三度空間就存在那種 只有一個面的面 我們的道具呢 對 現在我們朱老師要來 為什麼不是我 你要重視幾何結構 先不要管這個結構 就是說反正這裡有一個面 我手拔的不算 我手拿的不算 對 這裡不算 在空間中這邊有一個曲面 那這個曲面 大家都會覺得有一個正面 有一個反面 現在有一個男生在正面好了 有一個女生在反面 那如果他們不離開這個面 好像他們永遠就應該是在 這個地球的兩邊對不對 就是一個在陰面 一個在陽面 反正他們兩個就是 像幾米的向左走向右走 就等前面那一段的故事 他們永遠不會見面的 但是幾米最後的故事 還是他們會見面的 就像這樣 那我們朱老師就會走一次給你們看 這個女生 這個女生 她沒有離開這個面 重點在這裡 慢點慢點 先停下來 要給那邊的人看一下 對不對 連那邊的人都不需要看 易老師不用看 因為你都把那邊的觀眾擋住了 好 所以她沒有作弊 這不是魔術表演 然後就走過來了 對 然後他們兩個可以握握握手 對不對 所以這並沒有變魔術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所謂的摩比烏斯拜 它是開創了類似拓普的那種想法的前緣 但這絕對不是拓普學 這個是幾何學 好 這個就是空間中存在的一種特殊的面 這個面其實只有一個面 它沒有正反兩面之分 你不能 就是說你不用跨過這個邊邊去翻下去到另外一面 它沒有正反兩面之分 它就是只有一個面 這是十八世紀末的一個了不起的發現 而且從這個發現也導出了 包括後面的這個多變量微積分 向量微積分跟電磁學的一些 一些數學上的基礎 那這個藝術作品就是在畫那個摩比烏斯拜 它拿這個主題也畫了一些東西 但是我覺得這一部分它並不成功 所以我剛剛並沒有主動的給各位看 這一類的作品 那這一些是結啦 這個是Nuts 結當然也有很多種 這已經是晚期的作品 他已經67歲了 當然這些結也沒有很多 就是不怎麼藝術 雖然我們知道 好 剛剛這位同學問拓普 這就是拓普了 這就是拓普了 這兩個結到底不一樣 什麼叫做結 如果不剪開 就沒辦法拆開 這就是結 對不對 所以我打的鞋帶就不是結 這是我們日常生活中說的那個結 就不是結 你如果不剪開 什麼叫剪開 那叫回到數學了 你不做一個 discontinuous mapping 沒辦法做的事 它就是 就是你維持在 continuous mapping裡面 所有能做的事情都當做一樣的 那麼你就可以說這個結跟那個結是一樣的 OK 就像我現在要說 你的真空瓶的瓶子 跟這支筆是一樣的 這就是拓普要說的事 在幾何上那邊差那麼遠 這長得不一樣 然後 但是這是一樣的 就是說 你只要想像 你用一個超級有彈性的東西 去做 就你把它拉到多大就可以多大 壓成多小就可以多小 但它絕不斷裂 只要維持絕不斷裂的情況下 從一個形狀可以捏成另外一個形狀的 在拓普學裡面通通說 它們是同樣的 所以那個水平跟那個筆 跟這個遙控器跟我的麥克風 跟任何一顆球都是一樣的 但是跟誰不一樣呢 跟輪胎就不一樣了 對不對 你可以把一個球壓扁變成一張餅 但是你不把中間戳一個洞 它就不能變成輪胎對不對 但你一戳那個洞 它就斷裂了 就不是continuous mapping 好啦 說得太多了 這是大三以後才要學的東西 還有沒有朋友有個問題 或者是大家如果害羞的話 也許就是我們待會結束以後 大家提完問卷 可以再跟賽老師起教 或者是合照 那現在我們有一個 太好了 所以我們 剛剛終於有展示一個東西 就死了 這個課不是純演講 對 沒有 因為賽老師不是說我跳票 欠大家的有機會會還 這個是要 易老師的 對本來應該是易老師 可不可以請易老師 難得易老師今天也出席 我今天只很乖的聽眾 還請優老師來幹 謝謝 很難得請到賽老師 那麼精采的演講 這是大四季的演講 所以一定要來 一定要來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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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diences會員 Glistent 李宗盛 李宗盛 李� WordPress 李玟 李玟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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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